脸面带您看明星Johnny Depp 他演迎过各色浮夸古怪角色 暗黑哥特 归奇诡诀 浪荡堕落 就算用所有艳丽 炽热 繁复浓力 将他脸上每个细胞都淹一遍 我们依然认识他 那个孤独脆弱 缺乏安全感的Johnny Depp 尽管各类烟熏装成了德普独特的标签 但因为他有一双标志的杏仁眼 而且铜色是百搭又情感浓郁的神宗 于是宽具平行大双眼皮 自始至终都弥散着古典浪漫 其卧在内侧有着明显上梯 修杰的眼怎么也甩不掉眼头下方一片阴郁 眼尾皮肤有宽骨和眼球之间凹陷留下的浅宗 和它的气质绝配 不要小看这些细碎似没有张法的弯弯绕 架构非常相似的脸 颜值之所以有高低之分 辨识度之所以恒定 就在于细节够不够精致 精不精的推敲 具不具备独特性 它的五官站位居中且小巧 腮帮子不仅没有向内折叠 反而是叛逆张扬着拉出狭长假凹 很多人在正机后 恰逢增灵性变化显现 视假凹为洪水猛兽 但每张脸都有自己的密码 德普塑造了那么多个 不封膜不成活的造型每一个你都能识别出它 其中原因之一就是 不曾有人试图填充它的夹凹 不曾有人试图削掉它的腮 这组对冲类似其眼部的亮泽与晦暗 是其颜值密码其中一个件 它五官站位小 低头尖细的面 本身犯着哑白 不带妆 胡子刮干净时 是清秀温柔男孩 一旦续上唇姿 他就是勾到人心里的祸水来演 其唇姿天生就与唇形呼应 共振扩散出 柔脑清满 和假傲一起进行破具想象力的切分 明明是忍若可泣的少年 有了长发唇姿的山野失忆 他脸上折服的那许多乌漏痕 风化沙一般细腻笔触 灯时暖已活了 隐晦魅俗 妖绕百变 愿剪刀手爱德华 最终能收获温暖